漢光演習就快要到了 台東這幾天是非常熱鬧 海軍的海風大隊以及飛彈快艇 進入到了東海岸 空軍的各式戰機也來到了制航基地 16號有兩艘的光滑6號飛彈快艇 首度是停靠在了台東的富岡漁港 同樣吸引大批民眾前來為關 戰機飛越上空 劃破天際 一年一度的漢光演習 即將在這個月22號登場 台東這幾天相當熱鬧 空軍永因勾救機 F16戰機和C13洞運輸機輪方上陣 到制航基地演練轉場起降和運捕 中客院則在泰馬裡測平瑞淵五人機 不只空中海軍海風大隊和飛彈潰艇 也進入東海岸 官兵們頂著獵羊熟練操作系統設備 只是原定要在17號上午台東市海濱公園 進行發射系統演習 但多方考量後臨時取消改為多點部署 而前一天海軍兩艘光滑六號飛彈快艇 就已經進入台東富岡漁港場面震撼 這也是富岡漁港首度有飛彈快艇停靠 吸引不少民眾和漁民圍觀 沒有看過喔 你怎麼好奇 你來看一下就好 這次飛彈快艇因應漢光演習 加上太平洋任務在身 暫時不會離開富岡漁港 熱血軍市民可以把握機會 一堵豐菜 記得在琉璃香腸有報導